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你是什么神 一起来听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羡慕神仙的生活 也想拥有神仙的人生 其实根据人出生的农历月份 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对应的神 快来看一看你是什么神吧 一月出生的你是喜神 喜神又被称为吉祥神 能给人们带来吉利欢喜 增添财运官运 祝学童金榜提名 祝新婚夫妇吉祥如意 中国民间传说 喜神原本是拜北斗星神的一个虔诚女子 修道成仙时 北斗星君学问其所求 女子以守民口笑而不答 北斗星君误以为他奇要胡须 就赐了他长须 因为他孝时呈喜相而分为喜神 因有长须 不再让凡人看到他的形象 从此喜神专思喜庆 却不显神行 而在一月份出生的人 因为有喜神的庇佑 就会形成这样的性格 活泼开朗是大家的开心果 常给他人带去快乐 不过看上去开朗 但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独自难过 这个时候就需要调节自己的心态 多去外面走走 二月出生的你是爱神 该神常见于神话传说中 并且身兼数职 除爱情外还可能掌管美丽 欲望生育或婚姻 在不同的神话体系中 爱神常被描述为 容貌美丽的男神或女神 因此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就是为爱而生 是一个因内心充满爱 而让人感到温暖的人 这样的人内心非常纯粹 爱家人 爱朋友 爱这世界 因此看待事物 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美好的一面 三月出生的你是财神 财神在中国道教中 是主管世间财员的神明 而祭祀的财神 分文财神和武财神 武财神 赵公明 观公等 文财神为笔干 范礼等 除此以外 人们信仰的财神 含有武圣 财荣 财公财母 和和二仙 历世仙观 文昌帝君 活财神 沈万三等 其中 文武财神 武圣的信仰最具广泛性 这样的人有着富人思维 很能赚钱 善于把握机遇 有着丰富的人脉和资源 也乐于帮助朋友 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不过这样的人也要学会享受生活 在忙事业之余 多抽时间陪陪爱人 家人和朋友 四 四月幸运神 四月出生的你是幸运神 这是好运的代表 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好运 这样的人性格豪爽 有点大大咧咧 喜欢逛交朋友 常常拯救朋友于危难之中 甚至还有点幽默风趣 常常能让周围的人捧腹大笑 五 五月慕神 五月出生的你是慕神 慕神即巨芒 古代中国神话中的春神 巨芒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 是少号的后代 名重为福西尘 太阳每天早上从福桑上升起 神树福桑归巨芒馆 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 也归巨芒馆 巨芒在古代非常重要 每年春季都有份 因此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积极乐观 每天都能让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 而且就像大树一样 坚韧顽强 抵抗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不管有多少烦心事 缠身都有走下去的勇气 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 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都能沉着应对 这样的人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 六 六月风神 六月出生的你是风神 你像是夏季的一缕清风 性格温和 不易动怒 待人平和 随和 好相处 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大家都愿意跟你做朋友 你善于常言观色 说话做事有分寸 你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人 细心体贴 很会照顾身边的朋友 七 七月水神 七月出生的你是水神 水神顾名思义 就是思水之神 水神崇拜是最广泛 影响最深远的信仰之一 因为古时候的人类 都是沿水而居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净则 则披天下 怒则毁天灭地 水可刚可柔 是最为强大 最为特别的存在 而在神话之中 水神的存在 自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因此就会形成这样的性格 天生爱好自由 性格率真洒脱 不受拘束 爱旅行 懂得享受生活 这样的人比较有个性 只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不活成别人眼中羡慕的样子 对待生活的态度 是一切顺其自然 得不到的不强求 遇见了就会好好珍惜 八 八月雷神 雷神中国古代神话中 斯雷之神 据《山海经》 《海内东经》记载 雷神居住在雷泽 外形为龙身人头 拍一下自己的腹部 就会发出打雷声 八月出生的你是雷神 你是个直性子的人 有着刀子嘴豆腐心 有事情不喜欢藏着掖着 一定要当面说清楚 没有任何心机 不喜欢斤斤计较 从不计仇 重感情 心地善良 有正义感 敢于打抱不平 九 九月土神 九月出生的你是土神 土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 一位神仙 送书明帝记 宫内禁记游慎 遗床致壁 必先记土神 可见土神的重要性 而出生九月的你 心态比较好 遇事沉着冷静 做事踏实 做人本分 真诚待人 不会耍心机 待人宽厚 很容易原谅别人的不是 在大家眼里 你是个重承诺的人 靠谱是你的代名词 找你帮忙的人 都会比较放心 十月 宅神 十月出生的你是宅神 你喜欢一个人 静静地待在家里 种种花 看看书 听听音乐 牙羊宠物 一个人也能把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你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不喜欢离开自己生活的圈子 对父母孝顺 希望自己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 不是迫不得已的话 不会选择离家太远 十一 十一月 美神 十一月出生的你是美神 你有一颗爱美之心 天生励志 打扮时尚 气质出众 你有着较高的审美能力 有艺术细胞 喜欢看书 看电影 听音乐 受到很多人仰慕和喜爱 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或男神 十二 十二月 智慧神 十二月出生的你是智慧神 这个神的名字叫雅典娜 也称帕拉斯雅典娜 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和战争女神 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古希腊文献所述 雅典娜是一位端庄貌美的年轻女神 她从人类诞生起就常住凡间 教获人类各种生存知识 为人类创造了初始的生存工具 雅典娜也是艺术女神 手工艺的保护神 她传授人类纺织 烹饪 园艺 陶艺等工艺 绘画 音乐 诗歌 舞蹈等艺术 密教导戈 称她为创始艺术的 同时她还是军事 农业 医疗 航海 序幕的保护神 法庭与秩序的女神 她创立了雅典的第一法庭 雅典娜渴望独立坚持不婚 与阿尔特弥斯 赫斯提亚被视为 奥林匹斯山上的三处女神 她是少女未婚时期的保护神 亦是妇女劳动和生育的保护神 希腊妇女亲切地称她为厄尔加尼 而出生在十二月的你 是生活中的智者 目标明确 做事不纠结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应该追求什么 常常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待人真诚 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且对待任何事物 你都比较理智 总之 什么样的月份 就代表着什么神 如果你出生在哪个月份当中 就可以拜相关的神明 这样可以保佑你 让你的生活更如意一些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